上次345的地方我们都有复习过 实际上讲的这个Chapter 2的部分 只是它后面的部分电子主板没有交代完毕 然后等一下会给各位同学做一个重点的提示 看一下我们这一类的提醒要问哪一类的问题 再来就是Stator Room Stator Room就是上一次我们讲过的这个算有效的电设 像这个Shouting Character 还有就是Particle in a Box 这个Particle in a Box可以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起码各位要知道它们有提的重点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Energy等于 最终是各位现在记不记得 如果不记得同学下课来问我 我会有一个记的方式 然后一个是Phi Phi 是用A乘上Sine Kx A呢实际上等于 这是Phi 那我们问的是什么 Phi 平方 有几个节点是什么形状 然后从Phi 平方衍生出来的东西呢 是Radio Function Radio Function名为的东西呢 接下去就是Penetration Effect 跟Showing Effect 也就是说你要画出3D 4S 或者其他的轨域 它的Radio Distribution Function 这是人家的拍子 这个文化 看节点 2P有一个节点 3P有两个节点 所以是N-L 3个节点 3-2 L2 L- I L4 E Russian N-G 3 2P 有一个节点 3P 有两个节点 然后3S 有 有 放光线 1' 2P 有一个节点 3D的话 0 个节点 CS有三个节点 从放的Number知道到一节点数 你要画出它的radio function 然后看出它的shouting factor shouting effect和它的影响到它的能界高低 就是电磁态 是从 我看一下我们这边是 这边是S 如果说我们以比较复杂一点的3S来看的话 3S两个节点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一个节点 两个节点 这是3S 接下来是3P是一个节点 所以它要比它高 这是most probable distance 3S 然后你的2P 3P就要比它 所以3P是一个节点 所以你要画一个节点 所以你要画一个节点 再一个大一点 就是3D 3D 3D 3D有没有节点 3D没有节点 3D 这里一个两个落 所以它更有3D 所以它更有3D呢 3D 那重点在这里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考的东西上 就是3D跟4S的关系 3D跟4S 什么样的 4S在这个地方 会 跟3D比起来的话 会有4个节点 它会给它高 1 2 3 4 1 2 3 3个节点 然后这个是4S 然后这个是4S 注意到在这个地方 4S比3D 有更多component 也就是它有部分是靠近核的 这是为什么它的能量通常都比较低 是填入的时候 直接填到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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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拿去电子的时候呢 除去电子的时候 先除去4S的电子 如果你用古典的方法去想4S是一个东西 一个人 一个层 你会觉得说 它不是近就是远 它不是大就是小 所以你会觉得说 4S呢 它要么是能量度就低 要么就是能量高 所以你如果用那个角度去想的话 你会想不透说 为什么填能量的时候 从低能量填起 是先填4S 那4S的能量是比较低了 拿掉电子的时候 是拿高能量的电子 那4S应该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是先拿到4S呢 这是因为4S的轨率 它的形状 不是你想的一个层 或者是一个level的 而固定的位置 它是有四个峰 这四个峰里面呢 各式代表着它的不同的性质 就像是一个人有两面两个手 左手跟右手被抓不同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4S先除去 你可以说它是在这个 most probable distance 也就是它的距离 是在比较离的外层 所以它比较容易被抓除去 假设是它的大部分的电子 在这个地方 被除去的时候 它最高的地方呢 是最先容易被移去的 可是你要填电子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说 它有一个像 它有一个像 Tino引用的情形 它会把它电子先填到4S 因为它靠去核不靠近 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 一个现象 解释的时候呢 不能用单一的一个 4S的这个 半径核去解释 否则的话 你会掉入一个问题说 到底4S能量高还是低 到底4S能量比3D高还是低 这件事情 到最后呢 我们会讲到一个 Reach Diagram 3D 4S能列图 这个是在各位课本的 第35页 等一下给各位看PowerPoint的时候 不喜欢这个图是什么组 看到这个组 你要问你自己什么事情 这张组用来干什么的 这张组它后面有3D的轨域 有4D的轨域 有3D的轨域 3D的轨域跟4S的轨域 然后各分成两条线 那两条线的差异是什么 不同的能量 这个能量差是 触温 re-pulsion energy 相对于触温 re-pulsion energy 还有另外一个 exchange energy 是要一起考量的 这两个东西是在什么时候考量 是在电子阻态里面 用它来干嘛 电子阻态讨论的东西呢 有几个 一 什么填进去 二 填进去以后 我们的电子如何分布 是全部分布在不同的轨域里面 还是集中在一个轨域里面 这个是要用hunt rule 也就是说 它是最喜欢分布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然后 你解释这个电子阻态 为什么它喜欢分布 是要用 coolen re-pulsion energy 两个层队在一个轨域里面的时候 它有一个电子的排斥力 这个是护人的排斥力 那 exchange energy呢 是 如果你有两个轨域 你把它摆在一起 有护人的斥力 如果是你摆在不同的轨域里面的话 那么电子一跟电子二 可以交换 那这样子可以交换的行星 照着它能量比较降低 这个我们称之为pi exchange 这个能量呢 是降低的能量 是favor的 这个是 升高的能量 排斥的 这是不favor的 所以 如果是靠近低能量的 这就是我们喜欢的主态 所以我们是用piC跟piE 也就是 护人斥力跟电子交换能量 两者来解释电子主态 为什么喜欢分开的排列 和物化出 然后今天的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讲到的是 游力能电子轻和力和半径 半径 半径是最重要的 因为半径可以解释 游力能跟电子轻和力 然后还有其他的化性 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先知道 乱形收缩这个名词 stay and root 如果说要考的话 各位要记得 你们要记得是什么 它的公式有两套 stay and root的公式有两套 一套是s跟p的这一个类型轨率 另外一个是df类型的轨率 那控制的这个factor呢 在这个showing factor里面呢 第一个是自我shel 在同一层里面的n相同 rsp跟ls之间的关系 rsp有没有shel的rp 这个关系是0.35%的shel 只有达35%的遮蔽 那这个也是一样 那一层的自己同一层的遮蔽 那sp因为比较有多一点的penetration 你看到说它的节点比较多 比较靠近核 所以呢它可以遮蔽人家 所以df之前看到的sp这些东西呢 都有百分之百的遮蔽效应 所以它是两套数字 那在这个地方呢 sp的这个轨率 它看别人的时候 因为它有穿透效应 所以呢它没有办法被遮蔽的很有效 所以呢下面一层只能遮蔽它85% 这一层再隔一层才能完全遮蔽 如果说我考你席电子组碳 你说我周期表不熟 周期表不熟 你也就知道它是哪一族 碳族 碳系者席千 碳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席是什么 三四五 所以前面的电子组碳 什么就可以写得出来 所以第一个题目 就是电子组碳 新电子组碳 你说我们给我周期表 没有给你周期表 你也要算得出来 因为你知道它是在哪一旁的 然后呢 你知道电子组碳是这个 然后前面是什么呢 四 三 好 算法是什么样子 把它进行一些分类了以后 再看这个部分 你如果要算5S 5P 这两个电子的话 他们的这个算法 都是相同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 都是统一组 他们自己也跟自己的需要的 四个电子 就是三个电子 是三乘上0.35 你用的是这一套系统 三层是0.35 然后前面这些东西 只要是DF 下一层的 都是只有0.85 然后 你就可以把这一边的 都算下一层0.85 然后在下面这边呢 同时1.0 好 这样子算 那如果说算 4F 或者算4D的话呢 你换4D的时候 你要算 它前面这个部分 只要是往前的 全部都被遮蔽 只要算 有几个电子数 乘上1.0 就可以了 好 就是跟Slayer有关的 那Slayer Rule 是干什么用的 算出Effected Nuclear Charged Effected Nuclear Charged 可以解释什么事情 核电荷 越来越多的核电荷怎么样 抓电子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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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什么现象 一 油力能是比较高的 不容易拿走 第二呢 它这个收缩 所以核半径 会变小 同一列的元素 核半径会变小 原因就是Z star 好 就是Effected Nuclear Charged 好 所以这个Slayer Rule 可以教你去验证 算出来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油力能 一个是半径 ML ML The Home Number 考的是 节点有几个 它的Radial Function 是什么 这差不多就都串起来了 这几个就是重点 讲到这里各位有什么问题 关于第二章 没有的话我们做一个很快速的复习 用PowerPoint解释一下 上讲的东西和立体各自怎么做 好 关于这个 我们从头到复习一下 第一章是要介绍Energy 从这个氢光普通的Energy 这个你要汇什么东西呢 大概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公式 但这个公式是氢原子的 那氢原子公式里面的LOH是-13.6EV 如果说是换成Jer的话 是2.7 成长 这个公式我会给各位 这个数字 但是各位要知道 单位不同它的数字是不一样 然后你在用在氢光普跟用在另外一种 多电子原子的时候也是不一样 什么情况不一样呢 你的RH的值会不同 RH值跟什么有关 各位看课本的话 就知道它是跟电荷有关 那你同样是任性原子 比如说是氢气去掉了一个电子 H1振 这两个是 Iso Deutronic都只有一个电子 但是它们的核电荷不一样 所以呢 核电荷抓 电子比较强的应该是氢 所以它的能阶呢 就会 比较强 能量比较高 出来的这个光波呢 频率会比较高 那氢原子的是13.6EV 如果说是多原子的时候呢 你就要考虑到它的这个核电荷 那核电荷有两种考法 第一种是给你原来的这个 quantum number是多少 然后直接就算出它的原子序的z是多少 然后算出来 它的理位值的1应该是多少 用的公式是刚才的这个氢原子的公式 就是质量 在这里面除了氢原子的公式给你以后 如果再叫你算出z star 也就是用slavery算出它的efection unit charge的话 再叫你去修正去找出来正确的1值是多少的话 那么就可以比较 算出正确跟实验值相比的1 另外一种考法是说 我给你相同的实验值 我直接就给你1是多少 然后叫你算出来那个z应该是多少 也就是z的改变会改变1的值 OK 那当然同时也就改变了r 跟comp number的值 但是这个改变我们是以z做改变 r会把它当成一个fixed number 好 再下来是各位熟悉的这个物化 对不对量化 量化的部分呢 你要记得是schwedding equation 它的公式是怎么写的 前面这个部分 -h平方 over bar high平方m 是来自于动量 除上rm r分之1 rm 那个公式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记得的事情是 它的这个公式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它是一个xyz三度空间的波方程式 动能加上位能 操作在这个轨域的波方程式上面 会得到这个轨域波方程式的能量 那么这个能量呢 在课本上面有给你们1s 2s 才一直到4p 它们的这个phive function是什么 vide function是什么 那比较简化一点的这个例子呢 是给在particle in a box 所以以后考试的时候 通常都是先考particle in a box 那particle in a box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讲过energy phive function 它的振幅 振幅是多少呢 根号l分之二 它的振幅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些导论的部分呢 其实是在上课的时候会导论 也就是说你们以前在 普化的时候导过一次 物化的时候 量化的时候导过一次 这里我就放在powerpoint上面 给各位同学做参考 主要是这一张组 要记得它是quantized 然后它的差别是1到4 就是第二n平方2的平方 跟3的平方 差异是1比4比9的能量差异 然后它的振幅高低是l分之二 然后这个地方呢 跑去的平方以后 它的高度是l分之二 那边是开根号l分之二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它两者不同是相的不同 然后它这个高度会平方比较高一点 这个东西把它平方翻上来 然后它就变成它 一个节点 两个节点 n等于4的时候 三个节点 这是类似于s规律 这一个排列 然后它的application在这个地方 我给各位解释过 任何的光的吸收 是跟particle box的观念是相似的 描述这些东西的quantum number呢 可以显示出来分成两个area 一个是r function 一个是θ function 也就是角度的function 所以一个是距离 一个是角度 距离的部分呢 可以把它画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它的这个分布的形状 那从这些quantum number呢 知道了轨运的形状 和它的位相 还有它的能阶大小 quantum number n 代表能阶大小 quantum number l 代表是s 还是p还是d quantum number ml呢 是代表的p里面的正1-1和0 d里面的正负2 正负1和0 那也是代表它的方向 然后最后一个ms 是代表的spin的正2分之1 或2分之1 那四个quantum number 各自代表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问你 说n等于5的时候 l等于2的时候 是什么鬼运 然后它就总共有几个可能 它有ml有几个可能 n等于5 l等于2 所以是5d 5d里面呢 ml有几个呢 d轨运有5个可能 也就是正负2正负1到0 然后spin 这就是quantum number的解释 啊不 那个spin 就是quantum number 四 quantum number 描述分子主派 然后 relio function 主要是介绍3d4s之间的ni 情仇 然后我们用到的东西呢 是 它们的这个 这是讲截面的部分 我说过 这个部分是 就是 就已经学过的观念 我们 就略去比较 但你要知道有几个截面 来解释 这是 那个 少截面的公式 它们是 这部分我们略去 先下去是介绍 电子主派里面 电子如何排列 那如何排列的这个 方式呢 像在这个地方呢 电子一路排下去了以后 都会从 有空轨率的地方先填 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填到 这个 已经有前电子的轨率 这个解释的原因 是用 πc跟πe 也就是 这边有个库文 这两 这三个电子呢 为什么这两个不过来 这个为什么不跟它过来 然后过来的话呢 spin是渗或者负 也会有 这个 不同的那个energy 如果说是 分开来的这个地方 它们就会有 1跟2 1跟3 3跟1 抱歉 1 2 2 3 跟1 3 的change 所以有三个exchange energy ok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有一个 coulent x recaution 然后这两个可以互换 所以有一个 πexchange 好 这个地方是 两个酷仁的c 非常不高性 但这里呢 没有办法exchange 所以从能量上面看呢 越下面的它的这个 能量是越不稳定 因为它的能量是越高 因为它的排斥性 比较高 那这个可以解释了 什么氧啊 或者其他的电子主态 好 我看我们这边是有 好 从这个这个 从两个面子开始讲起 这边是有酷仁排斥力 这里没有酷仁排斥力 但它两者没有exchange 这两个是可以exchange 可以exchange 因为它们是一样的 这个是不能exchange 因为它们两个是不同的spin 所以中间是没有任何的能量 左边这边是πc 右边是πe 用这个方式去解释氧 那πc是升高能量 这样的排音是降低能量 阳 这样的解释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OK 如果说是三个排列 在不同的轨率里面的话 它有三个 exchange energy 然后呢 好 这里没有颜色 可以显现出来 可以看不出来 在这个地方呢 这几个电子是可以exchange 但是这个电子呢 它spin不同 不能exchange 然后只有它会有 py cooling repulsion exchange cooling repulsion and energy 所以它有一个πc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三个呢 可以互换 可以有三个πe 那如果说变成这样的电子组 它是配合在一起的话 那是两个πc 因为它们是互相拍c 然后它们有exchange 这里可以互换 这里可以互换 两个exchange 但比起来的话 还是上面比较favor一点 因为它有三个exchange energy 然后比较少的pulling expulsion 所以你解释了 为什么电子组态是上面的 然后各位在选择题里面选的 就用这个原则 去判断一下哪一个是对的 现在就是另外一个例题 看到周期表里面 能问的东西是什么 第一 我考你任何一个东西的电子组态 电子组态是多少 周期表里面你要知道它的行列 第二 价电子数多少 你要知道在第 Lewis Fartner的第三章的时候 要算出它的价电子数 好算出它的Lewis结构 第三 你要知道 游离能 因为下去游离能 是越容易被移除 然后 越过来这边的游离能 是 越不容易被移除 因为弘向的部分 Z star 也就是有效回变能 是越来越强的 原因是因为它们同时 在同一个N quanta number 里面增加东西 然后电子排斥力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N差别度就是很大 可是如果你在同一族 的时候呢 它的N quanta number 增加了很快 增加了很多 那它的原子大小差别很大 所以呢 这个越下面呢 离的核中心越远 越容易被移除 没有黏得很紧 除了IE以外 还有就是 Electron Affinity 那是比较混淆的地方 很多文書都讲得不太清楚 所以 考试的时候很混淆 所以在考的时候呢 很少 很少老师愿意书 都要把它避开 原因是因为 不同课本上的 对它的定义 正书号 还有它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这本书的定义 跟普化的定义 是刚好相反的 所以 这个正书号相反 所以比较不好 问这些事情 但可以考一些观念 就是说 哪一些原子 譬如是氮这个原子 我们看氮 这个氮这个原子 因为它是刚好是在P3 就是说它有三个电子在P轨域里面 它很高兴的 大家都分开 它不希望有别人进来 跟他坐在旁边 所以你如果电子氢固 你给它一个电子的时候 它是不愿意发生的 所以它这个N- 这个是不发生的 可是一看的话 因为它只有两个P轨的电子 它愿意得到一个电子 所以C- 这个电子氢固率 是会发生的 除了这个以外 还要看看这个半径 所以尤利能 电子氢固率 半径 还有电子主态 这是确认 您看到以后 会通常问这些问题 那尤利能的这个介绍 下面我们会介绍 然后它有四个重点 邀请各位和您记一下 好的 这个电子主态的部分 我们讲过 它能问的第一件事情 是offball principle 第二件事情 就是问电子主态里面 到底是用πc和π1 来决定哪一个主态好 第三个是在问说 这个slater入源 z star 使得4s跟3d 谁比较能量低 这几个问题 好 第一个先 第二套讲义上面的shoulding 我们今天 我们上次发的讲义里面 就把这几个名词解释 解释得很清楚 OK 那么 关于shoulding部分呢 就是用slater 去把它算出来的 这个z star呢 在譬如以这个lidian为准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它把实际上的actual energy 和这个predictable energy predictable energy 是用氢原子去算的 它为什么会不对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这个 effecting negative charge 不一样 也就是它中间 核电格子比较高的 OK 所以算出来以后 它的z star是有1.34蓝色的那个字 但是呢 这表示的是说 shoulding factor是 0.66的电子被should 被遮蔽住 好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好 这个部分 是立体 各位可以去 在课本上 立体练习一下 那么s跟p 为什么会有 比较高的遮蔽效应 因为它靠近 核电荷比较多 电子比较集中在核 那个地方 然后3D跟4F 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太能够遮蔽人家 因为它的核电荷 大概都在外面 所以别人有穿透效应的话 就穿过它 就不能完全被遮蔽 好 电子主胎要背的是什么 电子主胎要背的是例外 例外各位都已经会了 什么时候有例外 电子主胎就是 从低能量一路排到高能量 就是cs先前在3D 可是cs跟3D能量 谁高谁低呢 在某一些时候会有例外 什么时候有例外 半天板跟圈圈板的时候有例外 然后还有一些例外 是在半天板跟圈圈板之前 之前一个也有例外 那它的这个 呃 这种例外很难去解释 这里是半天板 叫背什么呢 甲盖 两个是s轨域的 康太凡格蒙 五个 第五个是蒙 OK 所以这一组呢 全部都是填满五的 它之前的会有例外 这个呢 本来应该是cs3D4的 它这个地方的面子呢 会提到3D里面变成3D5 要让它半天板 那这个说法呢 是我们高中的时候说法 就是半天板比较稳定 圈圈板比较稳定 但是这个说法不能够解释 为什么这边就不发落这个路 然后这边为什么 不是在半天板的地方 它也会有这种心形 所以呢 rich这个人呢 就用这个rich diagram 这个就叫rich diagram rich diagram rich diagram能够干什么 rich diagram能够解释 异常的电子主态 注意到它这个地方呢 是3 它的这个图形里面 有几个重要的特性 第一个是3D跟cs的斜率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cs呢 它是有跟和串透 所以呢 它感受到和的效应比较多 可是3D比较容易被遮蔽 所以呢 越多和电荷的地方呢 那个 前面被遮蔽很强 后面呢 这个有比较强的这个 z star的时候 也就是有效和电荷的时候 那能量是就比较低一点 那它这两个3D跟cs的降低能量的趋势不同 所以它会有交叉 然后呢 这两个呢 是负二分之一跟正二分之一的差别 也是指说3D轨率里面的电子 ms正二分之一跟负二分之一能量是有差的 暂时把正二分之一定为比较高的能量 那这边是差一个πc 也就是πcoolant 这边也是差一个πc πcoolant的repulsion energy 然后这两个相交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根据实验之道 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chroming 也就是前面刚刚看到的电子主态 chroming这个地方有一个例外 为什么呢 它的解释的方法呢 是用这张图来解释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3D跟4S相交了以后呢 chroming这个位置呢 有改变的地方是因为 它的3D 别人的3D 在这个地方的3D 通通都比4S来得高 但是这边的4S 比3D还要高 所以它能量是比较低在3D里面 所以它就填在3D里面 所以3D还是4S比较高 要看你是问原子还是离子 还要问哪一个原子 所以3D跟4S能量的差异呢 并不是谁一定都是谁比较高 但是在填电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在填的时候 4S都是比较低的能量填下去 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4S填完的以后 这个地方是3D填 然后4S就被提升到这个地方 而不降低到3D这个地方来了 这个解释它这个能量特别的电子阻态 这个电子阻态就是 它前面有一个Crossover 才能使它的能量降低 本来之前的都是3D比较来得高 现在都是3D比较低 那这个下面的图呢是离子 这边的3D跟这边的3D不同的地方是在于 它的这个受到核电荷的影响 3D要离子移去电子以后 核电荷比较强的时候呢 3D降低的能量就比较明显 所以 里面两架离子的时候 这个3D更下去 完完全全都在下面 所以通常这个周期表里面的 扩容金属元素呢 它的DN Configuration 我们一概都是解释说 所有的S轨域和D轨域的电子 通通都放在D轨域里面 原因是因为一半变成离子的时候 这个3D都很低 你不能拿掉熟的电子 最后变成离子的时候 离子都还是留在3D里面 而4S的就已经这样了 所以等同于把4S电子先拿走 好 那这个地方要解释的是 3D跟4S的斜律不同 3D跟4S交叉的地方在这里 第二一张 它在这个里面是全版之前 有一个 这是全版 然后这个里面是之前的 之前的一个例外 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交叉 好 那这张图主要的重点就在这里 解释一层变成离子 为什么它能解释 它是知道事实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半变之前的一个翻转 全版之前的一个翻转 然后它就是想说 那一定能量是一定这样分配 才能够解释 好 我们来讲 游蜜能 游蜜能 基础最后的四个重点 加一个名词解释 四个重点是 游蜜能有四个趋势 第一个 同一足的 越下面 越 能量是 这个游蜜能越低 因为它越外层 所以它 它解释的方式 我看前面有没有 主要解释的方式是说 宽量分配增加的时候 R也会增加 也就是它的半径会增加 然后呢 这个 越外层的电子越容易游离 第二个trend 是在同一列里面 基本上它是从左到右来 越来越升高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有效核电荤增加 有效核电荤 有效核电荤跟半径是同一个趋势 这件事情是要记得 这是前两个现象的解释 这是前两个现象的解释 第三个解释的地方是 这个先不讲 第三个解释是 它有例外的地方 第一个例外是 你批旁之间的这个关系 批旁之间是要用遮蔽效应来解释 然后带氧之间呢 是用半前买的那些 是半电子排斥来解释 所以这两个dip 也就是它的这个 高低能量的这个转折呢 不是同样的原因 前面是ES 完全把2P全部遮蔽了 所以这个2P很容易被抓走 这是一个遮蔽效应的结果 但在这个地方呢 都是填在P轨域里面 但是dans半天满的 那么仰了它多一个电子在这里 所以多了一个πc 造成了它这个电子排斥 造成它的这个能量 这个会比较低一点 容易被游离 原因就是这边排斥 所以这个东西比较 这边的电子容易比较拿走 比较容易拿走 回忆一下 我们会有哪四个重点 同一族 游离能是越来越弱的 又容易拿走的 原因 因为这壁效应 或者是预言的半径太大 好 那个呢 同一族是 游离能越来越高 原因是 有效和πlux越来越多 有效和πlux越来越多 对半径有什么影响 它有一个收缩 它有一个收缩的现象 从主创要越来越小 然后这边是 遮蔽效应 这边是πc 电子清合力 我说过它的这个定义 比较不同 科本它 它这里的定义是说 从一个负离子变到中性原子 然后我们其实是 一个原子 加上电子的清合 才能够反过来 反过来以后 它那边是 Energy Required 讲过来以后 Energy Release Release的Δe呢 通常我们的 Exosomix是负的 放热是负值 所以这边比较混淆 因为有些就定义成正值 反正结论是 最后的结果是 越上面是越负的 就是说放出的能量越多 这个地方是Energy Required 你不要管正负 就是从这个 周期表上面 从下往上来讲的话 它是越来越 放出多一点的能量 那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蛋啊 皮啊这些东西 是因为不愿意接受电子 因为电子准备是我们自己的 好 科本Radio 今天只有一个明词解释 要介绍 然后我们就下课 这个明词解释是Lensumine Lensumine Contraction 是考试的时候 常常会考 在课本上没有这一章节 但是呢 图画的时候已经交过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下 Lensumine Contraction 是指 万系的元素 它会在同一列的地方呢 往右走的时候 越来越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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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Lensumine 它将加的地方是4F F非常靠近里面 这个F在里面的地方呢 它埋在里头 不影响到外傻 这个半径大小 所以呢 4D跟5D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乱系元素跟乙族 一群的这一族 它们的这个元素呢 半径都是相同的 第二个的意义呢 是在不认乙族 或者Lensumine这一族 从 所有的周期表演都有相同的现象 就从左到右 半径呢 是会越来越变小 以后 研究所考试 要考你乱系收缩的时候 有些课本只讲这件事 有些课本只讲这件事 你要两个都写 才能够全部拿到分数 好 4D 5D 这两个不同的意思 4F埋在里面 不影响他们的半径 这个是指说 有效合电货币的一个增加 可以减少半径 好 不好意思各位 先